台股短线受到美国经济衰退担忧的情绪影响 指数在13日的时候下跌了128点 收在15804点 吐光了4月以来的涨幅 投资专家认为说盘面的聚焦重心将回归基本面 像是中兴电中红等石灸档 今年以来营收越越增 狭带着业绩题材也吸引了三大法人买盘加温 4月以来买气强劲扮演了多方指标 据统计不受终端市场的需求疲弱 以及传统淡季的影响 今年以来营收逐越增高 而且基本面成长力道强劲 在筹码面上又获得三大法人加码 4月以来买超又达到千张以上的个股 就有中兴电 神机 中红 群艺政 全台 华兴科 三洋工业 国票金 普安 明基财 宝一 国桥 报达 维新 耀顺 听到耀顺是不是好像很耳熟呢 常常在龙哥的特别解盘节目听到 没错 他就是靠着耀顺赚了非常多哦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资讯的话 也别忘记加入龙哥的TG群组 Fly 1768 加起来哦 再来还有长龙航太 亚航 滑顾 材料KY等石灸档 产业族群分散呈现各股的表现 展望后世专家认为说 电子族群因为中国大陆手机市场的需求回温 以及库存持续下降 PA产业在下半年将会有显著的回升 而载版产业长线受惠于AI带动资料中心的需求成长 推升大面积高阶ABF载版的需求 加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 大家还想知道什么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客新闻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